与刘若英相爱的人啊 今天与我相爱的人聊天的人是谁呢 这样子好了 他先讲一句话 我想大家就可以猜出他是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的声音辨识度有那么高吗 废话 还好吧 真的吗 宇宙人都知道好吗 我其实也觉得很好奇 因为有一些那种 比如说我不想让人家知道的 类似快递啊 都会都会辨识出来 可是自己会觉得好像 我声音辨识度有那么高吗 对啊我们都是听得你的声音长大的啊 是这样说没有错 因为我很早就出来了 然后好像是一种习惯吧 但我现在很不习惯 因为竟然主持人是叫刘若英 好诡异的事情哦 对啊我也有今天 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奇怪的事情 就是 你还好吗 谢谢你 没事我们私聊私聊 私聊不要哭 不要哭 而且而且 其实没有 说实在我小时候啊 对 很想当 哦 就是电台主持人 你有广播梦啊 嗯 你小时候是听谁长大 你有印象吗 就是那种记忆里面 就是 呃 陶小青啊 哦 还有那个 那个 罗小云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第一次去看 对 王大鹏 王大鹏 王大鹏没有 快乐时光 然后那个时候 你记不记得正义姐姐 就已经在做新作的单元 有没有 当年唐老师还不知道在干嘛的时候 哦好多回忆哦 那你那时候想做广播 对因为我晚上都是听广播嘛 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自己做过 就是用两个那个录音带 录音机 然后这边就 两个卡带 对两个卡带 然后这边就空了 然后我还说 呃大家好 现在为你访问的是凤飞飞的 嘿大家好 我是凤飞飞 你一人分射两角 对 然后呢 完了我还要播那个歌 对我们来听凤姐的一首歌 对然后 play play 然后就把它做成一个那个录音 节目 对对 对靠的那种 你有留下来吗 当然不见了 你怎么会不留 像这种我小时候的东西 我通通都留下来 对 你仓库多 什么仓库多 仓库几 你知道我国中的时候 呃有类似的这种 这种风格 就是也很喜欢用声音记录 嗯 我曾经找我国中同学到我家录 明天会更好大合唱 哇塞 我就是 我就是罗大悠 我就说你 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我就cue 我还留着 好两气 你要不要播 我有这个 我有这个 哎好耶 很屌 太棒了 可以 我可以给你们播 这个这个 这个是我 三十 十五岁 三十四 三十多年前 的回忆 对啊 所以其实我是有过广播梦 原来是这样 但是我呃不太敢做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是因为我觉得觉得就是我不知道说说就是访问别人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像像你们就是你还会做很多的research然后你每天我知道你每天不只是看报看报纸看资料看新闻资料然后你还要去就是做很多的功课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用功 可是我也不想像有一些我听到电台就是好像很自视反正你说你的我就是播歌 然后有时候广播又会很容易深入人心的去带观点 对 没错 你懂吗 就是你每天那种 就是你每天跟他 他慢慢就是跟着你的那个相机 刚刚那是什么 就是跟他 就是跟他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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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他每天就是被你改变一点 对 没错没错 他比你去看一个电视节目或者是看一本书 这个叫做洗脑了 对对对 他的观点 他个人对音乐的喜好 嗯 确实很容易被带走 不过我必须讲那是以前的时代 因为像那时候 为什么晚上我们都在听广播 没有电视看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晚上电视就是color bar了 就没有节目看 没有重播 没有24小时频道 你只剩下唯一的娱乐 叫做广播 电影院里都关门了 哪有午夜场 你记不记得 对十点就没有了 所以广播那时候真的像 像我们听到李文元 你就很温暖 你就觉得 好有气质 然后差不多该睡觉了 听着他声音入眠 所以确实广播的主持人 他是陪伴 而且他必须要有点东西 不然很容易被看穿 你可以的啦 你太客气 你现在有妈妈金可以聊 你有夫妻相处之道 你有新专辑 你有人生的故事 对啦 其实不但 对 当年可能不适合 当年你可能还刚开始的时候 不过也不会 因为我觉得奶茶很特别 因为你看他做过助理 他做过什么各种状态 做过导演 但就现在的 现在你真的超级适合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可以访问各种人 并且你可以换位思考 你懂不懂意思 在我还没有出专辑之前 我觉得我访问歌手 跟我后来出了专辑之后 我访问歌手 我的题目不一样 不是更耐心 你会觉得我们不容易 我当然知道你不容易 但是我大概更能够体会 整个过程 不容易在哪 以前只能想象 所以这个你太适合了 你随时可以变成导演 变成歌手 变成妈妈 变成人情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那时候我在红白现场 你应该是首唱 那时候 在今年的红白 然后我再听 我觉得哇好励志 我就觉得奶茶很会选歌 没有啦 唱片公司很会选歌 主持人可以多讲一点吗 你有发现 刚刚大概有两分半 都是我一个人在讲话 然后你就看着我 起三回 外面那人 起三回 不是因为这种感觉就是 我一看到你 我就很习惯 就会变成说 我是被防者 这是有一种 就是很奇怪 就像 对就像我一看 我记得我一开始 去电视 就是做新人的时候 然后我一上电视 我一看到什么 小燕姐啊 看到飞哥啊 我就不会说话 因为我习惯 他们是在电视机里 我只要点头 然后我只要笑 我不用回应他们 所以当他们把问题 丢给我的时候 我会有点觉得 是我吗 因为我不是在看电视 而且有些人的气场 非常强大 你知道我十日今日 我虽然已经出道三十几年 但我碰到某些人 比如说像上个礼拜 我跟川哥 川哥吃饭 然后我们吃完饭一堆人 他就跟我在讲 明年红白的事情 我会紧张 我觉得有些人的气场好强 我到现在 你在讲川哥吗 对 我跟他讲话 我还是会有点 战战兢兢的 所以更不要讲你以前了 一定的 吓死了吧 对啊 看到飞哥这些 神一般的人 对啊 他每一次 哎我就哎 哎 我就哎 那他只好继续哎下去 对然后那个时候又 对后来他就跟我说 我就不太敢去上 你以前很难访 真的必须讲 他也算是可能 主要主持人 如果我们有排行榜 真的啊 当然你 你算是难访 就是有些人 比如说 比如一滚石当年歌手 华健哥 绝对是最好访 配合嘛 你叫他干嘛就干嘛 他不好笑 他自己笑 然后他很会带气氛 他又很能 就是 你真的很不好访 那为什么要这样 整我们主持人 你现在知道主持人 能痛苦了吗 不怪我今天釞得还蛮好� назв 今天来宾很好 好我闭嘴 你也不讲话了 而且然后主持人 一直不丢題目出来的 那他自己在讲 自己什么看张飞 讲自己的故事 哎呀 现在什么年代 我们不要 不要那么致氏化 不要 qA qA是不是 就都是 bowl 没有Q 只有A 这什么节目 哎这节目改叫 只有A 没有Q 欢迎来到刘若荫主持人 没有q 只有A 这超棒的 他不斷地在講各種答案,但沒有人發問 我覺得 我們拿去報金鐘獎 挑戰一下評審的思維 評審你該改變了,OK 我也很多年沒得了喔 對啊 老給那些 誰叫你要去主持 不是不是不是 我其實有 對對對 我一直沒有忘記跟你講 你有一年 你一直沒有忘記跟我說 所以你就沒有忘記嗎 到底是忘記還是沒忘記 我真的覺得你那個一個人就是說唱那個好棒 好有魅力喔 就是我有一年看到你就是要出來然後介紹所有的東西 然後又要唱又要說又要跳 就好長 金鐘獎 金馬吧 金馬也有一次 金馬也有一次 就是你好多這一類型 脫口秀的那個表面 對對對我覺得那個是 哇那個太可怕 就是沒有無人能比 沒有沒有不敢不敢 我必須講我自己都覺得是 真的是鬼上身 你懂嗎 就是你有時候必須要抱著一種 管你去去死的 你才上得去 你現在回頭叫我真的 要不要再做一下 當年那個很棒 然後你就會開始胡思亂想 就不會再答應了 所以那個時間點就是一種 真的是要中邪 太難太可怕了 因為你要記的事情太多了 有歌有舞有互動 謝謝你 可是我覺得就是很多的很棒的經典的 都是要有一種中邪的感覺 對對對 我也同意耶 像很多演員他們演戲 我們常講說誰誰誰代表作 演得超好 可是最後才知道說 他在拍攝的時候 可能都已經有點幾乎著魔的狀態 對不對 沉默了 我同意我同意 所以其實表演 周半都是要有一種 像歌手 我有時候很佩服 他們可以在台上如入無人之境 即使台下觀眾不嗨 他還是要很嗨 其實他也是某種程度上的著魔 對啊 但是自我的催眠 對對對我管你的 或是拍MV的時候 明明沒有現場的人 可是他依舊可以演出那種情境 我都覺得很厲害 謝謝今天我們請 焦哥來 結束了嗎 謝謝大家 還有問題嗎 其實我沒有問題 我們接下來廣告回來之後 重播第一段 這個節目會不斷重播第一段 湊足一小時為止 超棒的 好啦 其實今天請焦哥來上 上我的節目最重要 其實我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節目 就是要宣傳我的新專輯 那就是我認識焦焦 其實就是在我的第一張專輯 我就出道應該是 第一天還是第二天 我就認識你了 包括那個決定那些歌 未來痴狂那個時候 對 然後你少女小魚 對 因為那時候剛好我們 比較活躍 我們算是同一個T次了吧 還是比我早一點 我是88年出道的 1988 那沒有我還是199幾 對 你是年紀長 但是你出道晚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是啊 對啊 我記得我那時候演少女小魚的時候 他就說明明都是少夫小魚 對 少女小魚 我真的覺得導演大膽 但是你OK啊 你視覺年齡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然後 後來 我看到你的唱片封面 確實有少女的味道 那個長的硬殼對不對 那張 對 對不對 硬殼的 我那時候好喜歡那張專輯 然後你會一直聽 我很享受 懷念八九零年代 那個時候的音樂對不對 我真的很希望明天一覺醒來 就是 啊現在才1991 穿越 我不會再回來2021的 我一定留在那裡 真的 嗯 即使我太太還沒出生 沒關係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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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怕還沒有 我有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看到你跟那個孟格柔那個消息的時候 出生的啦 我亂講的啦 我覺得真的是好人有好報 喔 謝謝 也沒有啦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人壞人 可能有些事情就是靠時間 不管你是等待或是改變 或者是突破 或者是 革新 那你自然可能會比較接近好的結果 就怕你 就怕你不願意改變嘛 你壞習慣不改 你走錯的路不願意重來 沒有我覺得這是一個 一個 一個合理的狀態 我不能說是好人好報 沒有我所謂好人好報 就是因為我知道你的那個善 所以 呃 我也看到以及 呃 就是滴落的那段時間 所以當不管是在工作上面 有了一個什麼成就 但是 呃 你還不知道你的歸屬會在哪裡 工作是工作以後 因為我們畢竟都想要有嘛 對 所以當都能夠有一個 然後我們也 重點是你剛好也 娶了一個我們大家也都拍拍手很喜歡的 有時候你娶了一個 就是你也覺得 啊 那不是我覺得佼佼應該要娶的 你只能偷偷的 對 對 可是你又覺得說 哇真的好配喔 當然我那時候覺得說 哇就是 就天上好像掉下來一種 嗯嗯嗯嗯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時候你 我覺得那個 那個開心跟祝福是 成 成倍的 謝謝謝謝 這個也是運氣啦 老實講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我們慢慢到了某種年紀 你就知道 真的不能強求啊 嗯嗯 就真的只能等啊 對吧 好那我們進廣告 不要 幹得好 我就喜歡你這樣子 我就喜歡這種 所以我才一直都沒得廣播金鐘 好像今天沒得了 因為評審覺得我節目的神經病 就是我有時候想幹嘛就幹嘛 他們就覺得 不好 沒關係啦 我連金曲獎都沒去過 欸你居然沒有入圍過嗎 我沒有不但沒有入圍 我連去都沒有去過 怎麼樣 所以你真的好奇怪 你看你紅白今年是第一次來 對 金曲獎已經二十 二十幾了 三十年了吧 二十年 二十 三十了嗎 沒有啦 金曲三十二了嗎 三十二 他都沒有去過 嗯 哇你是不是人緣不好啊 嗯 我們先進廣告 我想我想入圍金 那個金鐘獎 已經廣告了 沒有人再聽了 金鐘獎咧 與劉若茵相愛的人啊 與劉若茵相愛的人啊 這裡是HeadFM聯播網 今天與劉若茵相愛的人啊 來的人確實相愛 黃子椒先生 我好像是第一集的嘉賓是不是 好榮幸喔 對 其實老實講 我們做這個行業 最怕就是做第一集 為什麼 因為都在整理跟整合的狀態啊 就白老鼠階段 沒錯 但是通常都會 把第一集放得很重要 就好像電影前五分鐘 喔這倒是 就是金 就是你一定要很 這倒是 對所以你今天就是 承載了一個非常大的那個 好 好 你今天為什麼坐在這裡 因為劉若茵發我通告 我就一定會來的 沒有什麼理由 那劉若茵為什麼要發你這個通告 沒有朋友啊 大家也知道 他真的沒幾個朋友 幹得好沒錯 接下來就陳建奇葛大維了 等等看吧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啦沒有了沒有了 你知道這 今天還好不用主持人 如果因為我像我是專輯啊 每次記者會啊 不是都要訪問嗎 我就說能訪問的人已經很少了 其中要訪問的那個人 還有一個是主持人 哈哈哈 就是佳佳來做主持人以後 你總不能上面VCR是訪問 又是我 又是他 就朋友VCR又是我 這樣是不是 現場也是我是這樣意思嗎 然後我每次要出專輯的時候啊 我周圍的那些工作人就說 就這樣你平常好好交朋友 你就不交 沒事啦還有張愛家啦 陳森大概就這樣 就永遠那個上面就是那幾個 但你就是 你為什麼不交朋友 Even是我們都不算是很深的朋友 你也訊息愛回不回 你這樣真的不行 你有一天一定會後悔 真的 有一天你如果要主持紅白的時候 你就會後悔 怕不到人 當然不會有那天 不會啊我 我 唉唷 嗯 我有啊我有 好我Cue你喔 我問你喔 比如說你現在 假設你新專輯需要一個VCR 你覺得緊博人會幫你錄嗎 會 OK那OK嗎 那是因為你導演的威嚴嗎 不是我們好朋友 你們還有在聯絡嗎 對啊 OK那OK啊 你有新一代的朋友了 因為張姐聲歌 我們都是老一代的 很開心你有新一代的朋友 嗯 陳建勤其實也都算新一代的 對啊 相對來講 OK啦那Pass了 可以了 沒了吧就五個 哈哈哈 你有沒有歌手朋友 其實我說真的 我就是工作人員的朋友很多 其實因為我可能一開始就是做幕後 喔 所以我跟幕後在一起的時候 舒服 就是特別的那個 阿信阿信總可以了吧 可是他也是在我VCR上 常常出現的那個人 對啊 其實我覺得劉若茵記者會的VCR 就播上一張專輯了就好了 因為其實都是一樣的卡司 阿不對 阿就說一樣耶 那跟剛剛他們說報時 我說上一張也是這樣報 都報過了 幹嘛還要來 現在是7點囉 HITFM 提醒你吃晚餐 我是劉若茵 這不錄過了嗎 五年前就錄過了 幹嘛再錄一次 1021有什麼不一樣嗎 不要這樣吐人家吵 喔 我還被你挖坑跳 還跟著吐 沒關係 這難可以決定 不是啦 你很真啦 就是說有些事情不用講出來 但你講出來我就會覺得 嗯沒錯我也覺得莫名其妙 好 下一題 好 我們來聊聊今天的主題好嗎 主持人 你不是有主題嗎 我好像喵到四個字了 節目快一半 你都沒有聊到主題耶 我這次出了一個新的專輯 叫什麼 叫什麼 對 你知道拍戲會一直笑場的時候 就是要做一點那個 好啦你趕快 好我的專輯叫做各 就唸一下 我的專輯名字叫做各自安好 那這張專輯呢 呃就是 呃有各自安好 然後有所有相愛的人 有很多 好棒的四個字 對 那其實 其實各自聽起來 有點心酸 嗯 但是 對 在現在能夠安好 嗯 就已經是最重要了 沒錯 對所以 剛好這個時代是那個 分眾的時代 嗯 這樣說好了 我覺得他也沒有那麼的sad 就是 像前幾年網紅開始 興起的時候 嗯 我當時就 不知道在哪個場合 我就說 哎呀你們很棒 那我們就 各滿各的 好 因為你很難真的說 一個藝人變網紅 或一個網紅變藝人 好 大家 你很想 很多網紅想出唱片 很多藝人去拍vlog 嗯 可是你畢竟還是有一些 本質上 或者是你結構上的 差異 所以不要勉強留人去拍vlog 我懂懂他的手勢 我現在看我懂我懂 就是那個對不對 橘色衣服的 不是 如婷你幫我把我的手機拿進來 如婷 怎麼了 如婷姐怎麼了 好 反正這段先剪掉 好 不是 他拿著這個 就一直都沒有 不要剪就這樣 非常棒 不是 好你剛剛講到這個 所以我覺得各自安好 也有另外一種祝福 就是說在這個時代 你是網紅 你是KOL 你是Podcaster 你是YouTuber 我們是主持人演員 大家就各忙各做好本分 各自安好 這個世界就會peace 就是有時候也不要有太多 複雜的邪念 或者遐想 那大家把分眾的事情 做到完善之後呢 整個環境 就會好 其實我要講的是 我一開始 這張專輯整個製作的過程 是非常愉快的 但是要面臨到這個宣傳的時候呢 時代不一樣 對 你一去真的我是嚇壞了 嚇壞了 就是 那天參加宣傳會議的人 應該有十個人 就是不管是網路的 平面的 電台的 什麼活動的 然後他們就開始跟我講 我跟你說我大百分之九十 我是聽不懂的 然後呢 對 然後他們跟我講一些YouTuber 然後叫我去上 他是誰 對 因為我們平常沒有看 對 然後呢他們後來就幫我做了一個 就是整理 就是還有link 就是你可以 你要去做功課 做功課 我還是看了以後 然後有一些話我是聽不懂的 對 因為他們有他們所謂的 現在所謂的 我不想去承認什麼叫新生代 因為我也不覺得我自己有多老一輩 但我確實就是 就代勾了 那個用語 你不要說別人 你可能將來跟你孩子都有代勾 現在已經有 對 就這個意思啊 所以沒有辦法 各自安好囉 那你要去上嗎 到底 對 所以我回來以後 那我又覺得我不想說 他們就會覺得說我要叫做破圈 就是說你不能夠在你的舒適圈 跟你的同溫層 對 他說否則你這個同溫層 因為像我們這個四十幾歲的人 其實沒什麼時間聽音樂了 上有老下有小 所以你不去拓展的話 其實你很難 所以聽我抱怨完 然後呢我就想說 那我好我去上一上 我去多了解 然後我就想看完以後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於是我就想他們就說 那你就來個開箱文啊 所以我前陣弄了個開箱文 其實我拍了好幾集我都沒有放出來 真的啊 不好看嗎 不是 還是不能看 我不知道怎麼搞你知道嗎 你開什麼 你開什麼箱 像我上次就是開那個熊啊 然後我還有開一個我兒子的滑板啊 然後還有開一個耳機啊 其實就是我買的東西了 OK 你看就是我 它不特別 但是我 所以我也覺得就 所以我有一天我就傳了一個 寫了一個訊息 然後 沒有其實我就是自己 我的媽 你手機字好大喔 你是我看過的 好 我就寫說 我說 我真的很喜歡唱歌做專輯 我錄音也很開心 但是到了宣傳我就是無力 新世界千變萬化 我早已不年輕 請不要再用網紅跟YouTuber的概念 叫我跟進 我的節奏快了 我就會亂 亂了我就會慌 慌了我就會逃 好 我因為這些自己喜歡的歌 我會一定會竭盡所能 讓更多的人聽到 但是這個盡力 得恰當 得合一 目前我抓不準 我已經到了打太極拳的年紀了 太用力我會尷尬 不用力快速的年代 沒有聽到又過去了 前幾天我聽到了一個 五秒鐘抓眼球的概念 他們說網路說五秒沒有去 別人就切了 這一見鍾情都得超過五秒 好 我現在無助完了 我還是會努力 因為這就是我啊 所以 那怎麼辦 還好啊 還好可以做電台啊 我還是找到了一個方式 就是 能夠找到一群我自己喜歡的人 然後跟我一起來聊天 然後 然後一方面見見老朋友 去去救 一方面跟大家說 我出專輯了 所以你想要怎麼辦呢 到底要不要上 上什麼 YouTube的 YouTuber的節目啊 現在還沒有拍 Podcast啊 因為他們被我就是弄得也 很怕我去丟人你知道 就是人家丟東西 我又開始 同意不讓你上 我同意 非常同意不要上 因為我覺得主持人也很怕你 YouTuber也很怕你 其實不是只有你怕他們 我覺得他們也很怕 不知道怎麼面對你 對啊 那天也有人這樣 我想說 你以為你想上就能下 你還排不到 對 他們還不想咧 沒有那人可能會說 他是誰 對 沒錯 對方也不知道你是誰 他可能知道這個名字 可是他還要花時間去 那個歌是他唱的 喔 來喔 是喔 怎麼辦 那就 應該這樣講 看你有沒有想拓展年輕族群 像羅斯峰大哥 因為他的外甥的關係 他開始做Youtuber 他是被他的 侄子還外甥 外甥 外甥是吧 外甥逼的 侄子逼的 侄子逼的 他侄子幫他拍 效果非常好 真的喔 可是 可是 他會不會轉換成歌迷 這絕對是個問號 大牛哥會不會增加新的歌迷 買他的唱片 這是問號 對 結果我第一次開會 我就問了 我說OK 如果我都上了以後 我說這個跟他們跟我 了解我的歌 我喜歡我的歌有關係嗎 但是他們就提出一個 我也覺得是對 他說 那起碼他們知道你出專輯了 對 他說因為現在大家 不是說 下廣告就有用 對 所以你起碼讓人家有吃 以前最棒了 以前你只要上龍胸虎弟 超級幸運天賺 後面就有 差不多了 全台灣就知道你出唱片了 對不對 差不多 在多上都是多紅的 可是現在沒辦法 所以實際是看你想走到多遠 假設你沒有想走那麼遠 我舉例來講 阿信會上Youtuber嗎 五月天的阿信 不需要嗎 他有自己的宇宙 那個宇宙也run的OK 假設他沒有想要 他用他的歌去說故事就好了 那像前一陣我看了一個歌手去上了 去做了一個Youtube的特別企劃 最後只有大概花20秒講他出專輯 那我就會覺得說 For what 就是你做這個到底是 你只是想跟這些年輕人靠攏而已 吧 他對於專輯的概念阿歌阿 沒有任何幫助 那這個人其實已經夠紅了 可是他還是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很矛盾 我覺得我現在的宣傳人員 已經很後悔把你請來當那個嘉賓 不會啦 因為他們花那麼多時間來說服我 然後你現在跟我講完以後 我就說你看吧 焦都這樣說 所以 不用聽我的阿 但你們很酷耶 你現在卻又選擇了一個最 Old School的廣播節目 在做宣傳 這也很妙 其實大家都是處於一個矛盾的時代 照理說根本連廣播都不要上 廣告也不要下了 可是你們還是做了 所以 蠻有趣的 所以這樣好了你喜新也練舊嘛 你也不要排斥新的 你就去上一個就好了 好吧 像你的骨癌阿 那種什麼聊股票阿 什麼的 可以嗎 不能聊股票 老高你可以聊一些 太空的事情嗎 科學 不行齁 那還有什麼可以上 觀韶文好了 娜娜大師 現在進廣告 現在進廣告 與劉若茵相愛的人啊 這裡是Heat FM聯播網 今天與劉若茵相愛的人 來的是我的老朋友 黃紫嬌 其實我在人生很多 第一潮跟猶豫的階段 我有時候會想到嬌嬌 然後我會求助於他 我記得我好像第一次 要做演唱會的時候 我有找過他 然後請他給我一些意見 然後我還有一次是 第一次要在台北小巨站 做演唱會的時候 我也打電話給他 然後請教他 然後他會在音樂啊 或者是他覺得表演的呈現上 會給我一些意見 那這個都不是說 每次有機會能夠 或者我當時也覺得 不用一直拿出來講 但是 現在也越來越覺得說 那些很重要的片刻 比如說我 曾經在第四 第四張專輯 很愛很愛你的時候 的記者會 其實 當時唱片公司是覺得 如果 這張專輯再不行的話 就 不要再發專輯了 那也是我第一次 找請佼佼做 記者會的主持人 然後在前一天晚上 我非常的緊張 然後佼佼跟我說安啦 沒問題啦 其實 有時候他們在講安啦 沒問題 他們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 一種客套化 但其實 在那個時候 很無助跟 很要就是 的自己的時候 你會覺得 有一個 好像你可以信任的人 站在你的旁邊 反正在下面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他會出來提你一起 不用說幫你擋箭 但是他會陪著你一起 站在那裏 陪著一起扛 所以 不管我是在一個好的時候 我在一個不好的時候 對 對 我覺得他都一直在那裏 奇怪喔 那不太記得這些事情 想不太起來 不是是因為 我覺得那個差別是 好像 以前我跟唱片公司的企劃講 我說 你一年出了五張專輯 你只要有一張中了 你在這個公司的價值就夠了 你明年就safe 對 可是歌手不一樣 尤其像我這種 是三五年才出一張專輯的 每一張就很慘了 所以每一張專輯 它所有的細節 都很重要 因為我不是那種 常常曝光 然後有很多活動 會今天去參加這個品牌活動 或者明天有這個東西 對 就是我出來 它一定是有一件什麼事情 所以 直 重於量 對我而言 所以 你們說 你對我的每一個恩惠跟傷害 我都 沒有沒有沒有 傷害什麼傷害 那傷害 有傷害嗎 沒有吧 你知道 有愛就會有痕 真的嗎 我不記得 都不記得 對沒關係 我倒是記得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也不是很好玩 就是說 你剛才講什麼什麼什麼 都想不起來 但是 有一次我們在一個牛排館 你辦記者會 然後 他就說 你可以留下來陪我聯訪嗎 就坐那個圓桌 然後跟平面記者 我想說 我身為一個主持人 我為什麼要陪你聯訪呢 就 你說電子聯訪就算了 站在舞台中央 聽眾應該都有那個畫面嘛 就歌手拿著麥 然後記者圍著他 那我就在左後方 右後方幫忙控制一些題目 平面聯訪就是他們自己聊天 他就說 你可以 留下來坐在那邊陪我聯訪嗎 我好像拒絕了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太神經病了 你出場片 然後我坐在旁邊這樣 好像我是高層一樣 我幹嘛我神經病啊 我覺得這個人非常沒有安全感 你們不要看他這樣 你會胸胸壞壞的喔 你怎麼會這麼沒有安全感 你很奇怪 因為 那已經是你的秀了 你的場子了 你又不是說今天去別人的 然後你要被聯訪 你的 全部都是你的team 你的團隊 你好奇怪喔 我就很爸被訪啊 那 不是因為我以前啊 我是 為什麼 你好奇 你有一個很奇妙的tempo 你知道 就是說 而且這個是真的 因為假設他只是演的 三年就破功了 他二十年都是這樣 三十年都是這樣子 我很 不是 你不雙子座嗎 你知道所有的問題 你在問的時候啊 我回答 我沒有那麼快 原因是 我是真的都想 是不是那個答案 可能這答案明天變了 我並不是說我說謊 而是我當時的答案 是我當時這樣想 也許明天我後悔 是因為明天有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沒有辦法 像這麼快速的 像以前我最怕去參加那種 娛樂新聞 我才剛剛開始下面就畫圈圈 我 我 直播 直播對不對 對因為直播 而且通常訪問藝人就是要發片的 都是最後了 他們前面都報完新聞了 對對對 那又要講先唱會訊息嗎 對 你又要先唱會訊息 你又要講專輯概念 你又要介紹主打歌 還要介紹MV這次拍的怎麼樣 去哪裡了 然後什麼 然後先問好 然後就 我才剛剛問 欸怎麼樣了 那就 所以我才有一次 我記得我再一個 不要再花圈圈了 就生氣了 對因為我會覺得 那我來我就是要 把information講嘛 對 你講了回去愛姐又說 那你去幹嘛 對不對所以 對 所以那個 那個時候有一段時間 我的聯訪 我依稀記的那個難處就是說 我其實我在演唱會裡面 有演過這個橋段 就是當你單身的時候呢 別人就老問你談戀愛的沒有 對 那你說你沒有別人 就說你騙人 對不對 然後你說你有的時候 別人又懷疑你在炒新聞 對 然後等到你有對象了 就問你什麼時候結婚 那你結了婚 就問你什麼時候懷孕 那你懷孕完以後 就等你什麼時候離婚 對 或者是幫你去叮令那個老公 有沒有小三 或是外遇 就你們不能夠有任何單獨 出去的 的東西 然後你們倆都已經結婚了 各自安好了 還要把一些別人的事情 再扯進來 沒錯 所以對我而言好像就是 那我那時候就是 我記得我那時候久久還沒有懷孕 所以你每一次碰到時候 而且你要知道 想懷孕而一直沒有懷孕 被問懷孕 夠悶了 有夠悶 其實是很hurt OK 有點受傷 對 因為你自己所承受的東西 我也不是那種 沒辦法跟你很detail的分享 所以 我比你們都很想大聲的宣布說 我懷孕了這樣 可是就沒有嘛 所以坐下來就會害怕 那你真的很不適合演藝圈 你要不要借這個機會就是宣布 我 我很想跟大家講 這真的是我最後一張專輯 對 認真 我只是 現在認真嗎 我只是我不要再說這種話 好像如果有一天 你又做了一個什麼事 可是 我在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跟艾姐 這幾天一直有很大的 艾姐就是 我唱片公司的老闆 其實在發很愛很愛你的那一張唱片 他真的是 等於是拎著他的人頭進去 請大家幫我發專輯 唉唷好感動 背書 幫你背書 那時候公司覺得不能再發了 就是我們再背水一戰 對 然後艾姐就說 可是我想做劉若茵 然後老闆就說 你為什麼想做他 他就不會賣 然後艾姐就說 我做過周華姐 然後我做了光亮品冠 那個時候都是最賣的 他說你可不可以給我一點點的預算 從他們賺的錢 你給我一點點的預算 然後我就給我做劉若茵 是 當時的唱片一張都是 氣化 氣宣都是一千萬起跳的 當時的那個 然後公司說 好我給你四百萬氣宣 包括所有包裝所有東西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我那天在跟宣傳的人說 我說做事情就是要有一股 氣 那個時候艾姐真的就是 出來以後 她真的 然後 艾姐你知道很容易就哭了 她也就哭了 然後出來以後就跟宣傳講 然後宣傳那個時候 就做電台的宣傳 每天都做在電台的門口 然後就跟那些氣質說 如果有剩下來的秒數 就播我們的歌 然後把 周華健跟那個 無音良品的MV60秒都減55秒 最後就有一個5秒 就是劉若茵 11月18正式發行 所以搞得反而我最多 因為大家都會剩5秒 都有你 每個人的MV宣傳 最後都有劉若茵 然後電台也是啊 你總是會有一些空檔嘛 然後就塞個 因為總是要給面子 所以那時候的電台宣傳 是幾乎就是一直 輪的就是坐在電台裡面 各個電台就做我們自己的人 所以發片的第一天晚上 聽說在那個時候 還是夜市賣實體的專輯 聽說缺貨的時候 我真的是自己跑去夜市 然後去逛那個唱片行 然後進去說 我要一張劉若茵的專輯 然後他就說 沒有貨了 你知道那個 他也沒認出你 你沒有認出我 哭的時候太醜 對 所以 感動耶 對 所以我跟艾姐之間的 然後後來就是到 我們沒有在一起 也是這樣子 就是 當時我是很低落的一年 他逼著我出了 我們沒有專輯 後來我結婚以後 我就說 沒有人要聽我專輯啦 誰要聽一個已婚婦女 他就逼著我做了 親愛的路人 然後這次又是六年以後 然後就做了這張專輯 然後我們最近就為了很多事情 就是 都各自有各自安好的辦法 對 所以就 所以那天我就說 我說艾姐說 這應該是我最後一張專輯了 然後昨天艾姐就在她私人的FB就說 我在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覺得我已經不適合這個年代了 我覺得我不應該就知道 上專輯 已經開始那個 做的有 可是這就是一種 其實這就是一種 為了這個事情好 大家堅持己見 否則就是說 好嗎 那無所謂嘛 你就何必吵呢 沒錯沒錯 那在意才會吵 在意才會有觀點 不在意的話就OK啊 你要紅了就紅藍就藍 隨便 但確實我覺得這個 畢竟我們走過那個時代 再走到今天 確實會有很多的掙扎矛盾 包括你剛剛講的那個網路的 其實各自安好就是 都可以用在這些地方 就 不管是 你的長官也好 或是網友 YouTuber也好 反正我覺得 就把本分做好就好 其他就不要多想了啦 你也不要想什麼 是不是最後一張 反正你就做得不錯 交出來不丟人 這六年沒有白等 就OK了 當然很愛很愛你會紅 還有別的原因啦 因為那歌真的太好了 我講實在的 因為你之前像到處亂走那一張 我自己非常喜歡嘛 可是他就是 你一聽就知道是不會賣的 可是你就很喜歡 謝謝你我寫的 整張都很好 不是只有你寫的 大家真的可以再拿出來聽 這張真的是 就像我那天跟李明依聊天 他有一張專輯也非常好 就是那個 保麗金幫他出的 就是 背後有 是Friday night Jesus Christ 那張也是他最好的 也是最不賣的 那很抱歉 而且那個歌壇就是這樣 所以到後來很愛很愛你賣 也是合理 那很好聽嘛 就是主流 然後非常的悅耳 天時地利人和 那現在我覺得就各自安好 就像我們現在做節目 你還問我收視率 我們就不要做了 你問我收視率啊 收視率值得參考嗎 需要參考嗎 就做吧 然後你交出去之後覺得 OK 我這一季沒有白火 這個節目還行 五年後 就像你這個專輯 二十年又拿出來聽 都還OK Pass 我們就果了 下一站 我覺得是這樣 不然真的太痛苦了 對不對 反正 都 還算 還是很幸運啦 就是 已經很幸運了啦 你後來這麼多歌 都非常的悅耳 然後 想要做的事情 還是有那麼多人陪伴著一起做 沒錯沒錯 我覺得到現在還能夠出實體專輯 等等等 都已經非常的幸福了 嗯 然後其實 包括你這幾年看 各方面 你還要再做導演吧 嗯 不行喔 太累了 小孩長大之前應該比較難 等他長大之後 OK 如果還拍得動的話 可以啦 那很多外國導演都拍到六七十歲 你應該猴倒這些人 可以的可以的 因為奶茶 他假設他不適合在媒體前 或主持人前說故事的話 也許用影像說故事 是他很棒的一個存在 嗯 努力努力 耶 好 那我們先進廣告 與劉若英相愛的人啊 這裡是HEATFM聯播網 今天與劉若英相愛的人來的來賓是 黃子焦先生 耶 我們來到了最後一段 是的 而且第一集喔 就像那個記者會出篇到送禮物嘛 嗯 我要送你一個禮物啊 嗯 我可以送你一個禮物嗎 可以啊 好 上 上 我們歐斯庫爾的人 我們歐斯庫爾的人 就要用歐斯庫爾的方式來這個送禮物 我要寫一個匾額送給你 LIVE的 LIVE寫這樣 真寫 我書法其實沒有很好啦 但是那個文學造詣還可以 小心不要打到他的頭喔 你就死定了 不會不會不會 太大了啦 可以可以可以 搞那麼大 比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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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拿麥要幹嘛 講話啊 轉播啊 轉播啊 我們這節目還在錄 你組織還在 你拿麥幹嘛 這不是就有麥了嗎 沒有那個收不到啊 現在太遠了 喔 嗨 嗨 嗨 就是好棒啊 今天那個我們請到了黃子焦先生 他要來送一個匾額給我 我很好奇 他要寫什麼 犬 穴 空 空穴來瘋 哈哈哈哈 你 你知道新節目我寫什麼 空 哈哈哈哈 穴來瘋 空中飛人 唉唷 空中 你那個 就是沒有文采 空中 空中交會 空中交音 空中交音 我交音是什麼 交英文 欸 欸 喔 你贏了你贏了 對啊 交流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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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大 空中交音 人啊 欸 好耶 這比我想像的好 你在 你在做電台嗎 對 我本來還有別的 因為我本來可以寫兩個匾額的 沒有 我有這個 我本來是 今天很開心來到這個 奶茶姐的第一集節目 那我本來想寫八個字 但因為這匾額好像不夠 如果還有一個的話 對 我本來還要寫黃 黃 黃英出谷 喔 黃子交劉若英嘛 但是 但是 最主要是因為它是電台節目的 所以就思考一些跟 空中跟聲音有關 希望你喜歡 把我們的名字 砍進去 嗯 好吧 這真的很棒 這個可以把它留下來 是 真的真的不用 不過就是寶地龍而已 哈哈哈哈 欸我跟妳講 其實我本來以為 你們會真的弄木板匾額欸 我那天去花蓮有一家店 他們把傳統的匾額 做成了桌子的桌面 蓋個玻璃 它就變Table了 其實老匾額別丟欸 可以回收的 對啊 這個其實也可以啊 真的 但那個油膜味好臭喔 什麼牌子 這麼臭 哈哈哈哈 還在流汁啊 還在流汁 還在流汁啊 還在流汁啊 流汁 太濕潤了 太濕 太 太wet了 等一下 不要留到她衣服上 已經在交流了 好好好 OKOKOK 好 耶 真的很有那個記者會的Feel齁 就是 啊 對對對我也有 來賓有 來賓還有禮物可以拿 啊他要回禮 唉唷以後每集都要來啊 這什麼 喔 怎麼會訂這一家這麼厲害的甜點呢 你真是會訂啊 有眼光 對對對 這個很厲害 我真的好喜歡 你真的喜歡吃嗎 不是客套啊 我現在就可以吃 好我也不是客套 雖然它是我太太的媽媽 所研發出來的 可是我也是當年 吃了只有一見鍾情 它的米糕 真的非常好 我昨天晚上才吃一個 那個米糕 我最喜歡吃米糕 而且我很喜歡吃那個 那個桂圓口味的 我也是 它是最傳統的那種 對 其實我知道你 你 你 常吃 對你常吃 然後你也什麼都不缺 然後 缺也怎麼不缺 很缺 缺什麼 很多 缺身高可以嗎 缺頭髮 喂 就是有缺 怎麼可能會人一時無缺 對 我們在這世界上很缺缺車位 對 你知道我去年 我去年齁 在全台灣被脫掉多少次你知道嗎 我也是常常 我也是常常 追著那個 我希望我走到哪都有車位 出現在我眼前 好缺喔 我也是常常追著那個 脫掉車跑的那個 亂行車 小燕被拍倒 現在沒有 小時候的事情 對小時候的事情 對 然後 然後 當然我覺得第一就是我們的 誠心誠意 謝謝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想要分享給大家 謝謝謝謝 讓大家都能夠講甜甜的 然後各種 各自安好 對 然後各種的滋味 對 人生不管五味雜成 最後希望都是甜的 對 然後呢 米糕嘛 又步步高深 挺好的兆頭 謝謝你們啦 這個真的代表他們謝謝你 雖然我也沒抽成 就乾我屁事啊 但是 而且是當伴手禮很好 其實我是有代言別的糕點啦 我聽到那個蕭 對啊 蕭柳啊 對啊 怎麼不訂那個呢 這個我其實還好 主持人叫你吃東西是對的嗎 各位聽裝備喔 不是 我跟你說 我真的想 我今年 過年的時候還收到 那個佼佼 對 就是送的禮物 然後 紅白他也有送過禮物 對對 所以我今年 過年的時候 收的禮物不多 但是每一個都很精彩 一定要的 對 我也有收到佳人熊的 你知道嗎 佳哥送什麼 我知道 他的很多OK 他送我滴滴無二的周邊商品 他根本就沒有送我那個 那他送你什麼 他就送我一盆花 那你的比較好好不好 然後呢 我收到了以後呢 我就傳訊息跟他講說 謝謝你的禮物喔 然後 你的比較好 沒有 然後呢 他就說不客氣不客氣 然後過了兩天 他就說我送了你什麼 原來他是公司主力 好爛喔 你懂我那個感覺嗎 佳哥你這樣真的不行 大家都認識三十幾年了 真的 誠意好不好 他就是那個曾經每天跟我搶車位的人 因為以前我們住的是同一個區 OKOK 對所以都是一起 可是你們兩個都雙子座 個性差好多 我們兩個是差兩天生日 對你看他就是 他就很像雙子座 很典型的 ID很多 然後速度效率 並且很龜典子 那你就是 Slow 淡定 然後優雅 或是 我也不知道 可能演的吧 但是 我必須講 他送我滴滴無二桌邊商品 我真的 覺得 很不OK 我就這麼公開說了 沒關係啊 我們兩個再給他一次機會 他現在 我們大家帶話給他 我們等著你送 好 今天最終的目的就是呼喚我們另外一個老朋友 叫做詹仁雄先生 對我們可以找詹仁雄來上節目 對沒有想到一個朋友了 你還有一個朋友 OMG 那你要留車位給他 不行 不要讓他圍停在這裡 但是詹仁雄我算了吧 不會我覺得找他挺好的 不要啦 怎麼這樣 不要啦 我曾經就是為了上他以前製作的很多節目 然後上不到 吃了多少的那種苦啊 人不要有那麼多報復心 對你好的事情記得 對你不好都忘了 所以你剛剛 你剛剛說我曾經對你好的東西 我都一個都不記得 但人家對我好的我也都記得 對我不好都不記得 對不對 你不要記得這個詹仁雄這些王八蛋的事情很多啦 講不完 他沒來我們不要這樣子 好啦 反正我覺得 反正說實在的 好可怕 這一次要做這個 各自安好 這個專輯 好期待 這個嘉賓的部分 真的第一個選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想到的 榮幸 謝謝 這不是說牌 而是大家一致贊同你 應該對於各自安好 是特別有感受 然後覺得 就是要經過很多走不一樣的路 沒錯 跌跌撞撞一路的走過來 然後我們也是 我們兩個老朋友也是彼此的互忘 然後 各自忙各自的 對 其實心裡面都會給很多很大的祝福 是是是是 這個就是 時光帶給我們最好的答案 對啊 我說其實 歲月啊 時光啊 很殘酷 他肯定把我們很多東西搶走了 但是很公平 他肯定也是會 留下些什麼 犀利 今天非常謝謝劉若茵 非常謝謝劉若茵來上我的節目 希望你新專輯大賣 謝謝 好OK 那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 掰掰 什麼鬼啊 你給我做ending 什麼鬼啊 你還給我順勢的掰掰 你給我做ending喔 下禮拜幾點 不準看 幾點 你給我想 直接問名稱叫什麼 所有相 不是 跟劉若茵 錯 劉若茵相愛的人 錯 與劉若茵相愛的人 每個禮拜天晚上十點到十一點 請大家一定要鎖定 我告訴你喔 今天是剛剛開始 所以 而且我跟他實在是有太多事情 所以有點雜亂 然後但是 我覺得經過剪接應該會好一點了 但是呢 下一集一定會非常非常的精彩 你相信嗎 各位聽眾 相信 OK 好 掰掰 掰掰 先別怪我 不保佑 只保心 捨不得讓你擔心 與劉若茵相愛的人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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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